大家好呀 欢迎大家来到优化教育的采迁集训课堂 欢迎大家 大米 萍水相逢 山山 青青紫巾 咱们都是很熟的同学了 平常在群里经常见 然后呢 也是完成作业完成的比较积极 每次进课堂都是第一个进来的 我都记得你们的 双鱼 水晶双鱼 欢迎 欢迎大家 那我们简单测试一下设备 简单测试一下设备之后 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咱们已经是上到了 今天是第六节课了 明天就是中秋节 马上就要放假了 我们大概会放八天的假 所以这个期间咱不会上课 可是你们可以补作业对不对 我们幼化 就是一般都是 节假日都不上课的 你们放假 我们也放假 所以你们放假 就让你们好好过个节 好好补作业 因为有的时候很辛苦上班 完了之后放假 还要上课 觉得人生都是灰淡的 有没有觉得 有觉得吗 国庆开始补作业 可以没问题 非常棒 国庆节的安排是这样的 就是我跟秋秋老师 会分开给大家看作业 大概就是一天一轮吧 然后我从 我从二号开始看吧 我从一号开始看吧 我还没跟秋秋商量是一号还是二号 那我就从明天开始看 然后我看一天 秋秋老师看一天 我看一天 秋秋老师看一天 是这样子安排的 其他的助教老师呢 就让他们好好的休息 放个假 毕竟辛苦 要辛苦老板 是不是 员工要好好休息 所以其他的助教老师 让他们好好休息 我的话主要就是给我跟秋秋老师 来陪伴你们整个假期 你们有任何作业的话 也发到群里面就好了 好吗 好的话 敲一个六 说一下作业安排跟放假的安排 欢迎大家 那我就总结一下 太良心了 那我们就总结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的问题 已经有上了六节课了 我在作业 就是在群里面的作业 我是感觉你们有肉眼可见的进步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自己有感觉的话 敲一个九 是肉眼可见的进步 我觉得进步还挺大的 那目前这个作业存在一个问题 是什么样的呢 你就是你看 有些同学呢 他就只记得把这个按部加深 按部一直一直加深 加深加深对不对 这个按部一直加深加深加深 把这个按部加深 然后他就总是忘记了 这个位置 他就老是把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他就画得很浅 基本上十个里面 有八个同学有这个问题 这就是你们素描意识还没有建立 就老是喜欢找引于局部 因为我们画画是要放眼圈什么 要放眼全局 你一定要掌控全局的 这种小细节不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全局是什么呢 在我们的整体里面 那我上一次给教大家了 就是我们这个郁金箱 在整体来说 它就是一个球体 当我的光从左边过来 那我右边 那我右边这个侧面 它就是按部对不对 它就是按部 所以上一节课一上色 我就让你们分什么分明案 第一个是就是让你们分明案 第一件事就是那么分明案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整个是按部 这一侧整个是按部 这整个一侧 所以就算这个按部里面 它有一个小局部是浅的 它再怎么浅 它再怎么白 它也是同属于按部里面的 它是包含在里面的 是一个包含关系 能理解吗 能够理解的话敲一个九 所以就不存在 你但凡理解这个素描知识 你就不可能会存在 这个地方会花浅了 你知道吧 它同属于按部 同属于按部 统筹于按部 你只有这样子 你的画面才是整体的 你的画面才是好的 你说一个 你要是一个小郁金箱 你一个暗部 你就分不出深浅了 那我要说话 好多个好多个郁金箱 那你画面全部就是浅的白的 浅的白的 那就是什么 显得很花 这不是花朵的花 显得很乱 有一些人画画显得很花 很乱很脏 就是因为没有统一全局 这个概念没有建立 明不明白 明白的话敲一个九 这就是关键 那十个里面有九个同学 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比较值得欣慰 跟骄傲一点的是 上一节课我就说 我说你们这个地方 谁卡死了 我就哭给你们看 没有一个同学卡死 我要给你们画个大拇指 我要给你们画个大拇指 狠狠地表扬一下你们 要给你们画个大拇指 狠狠地表扬一下你们 大拇指 点个赞 没有一个同学 没有一个同学犯了这个错误 给你们画一个小星星 这个就是 还是比较心疼我 我说了 你们谁画成这个样子 我就哭给你们看 结果真的还是挺心疼我的 很开心 很欣慰 是不是心疼我 上一节课我就说了 哭给你们看 没有一个同学让我哭了 这一点很值得欣慰 好 今天要画这个手镯 手镯其实最难的一个地方呢 就是在它的一个结构上面 手镯你只要结构学会了 哇 这个手镯就太简单了 我跟你们说 你手镯要会了 就比较简单 可是很多同学画手镯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 不是特别好的习惯 就比如说 画手镯 先画个圆嘛 是不是 再画个圆 这个手镯的这个地方一画 结果发现 行就不对了 有没有会是这样画的 还有就是什么 我先画里面这个圆嘛 是不是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画出来嘛 然后再加个外圆 OK 也还是不对 为什么不对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没有了解结构 上色的问题 后面再说 你也没有了解结构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从 它的结构开始讲 它这个结构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素材图 我已经把 已经把这个结构给你们画出来了 我已经非常亲自的把结构给你们画出来了 你们看一下 其实 这儿八景的 你们看 这儿八景的来说 我们能看到结构的地方 是不是就是这个圈 就是我正儿八景能够看到非常完整的 那这个圈是在哪里 你看我们这个红色 这条线是在哪里 这条线是它这个底边 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看不见的 可以理解不 可以理解画桥格一 就是你是看不见的 对不对 好 那整个外围这个圈 它其实不是个圈 它是个什么 它是 它是我们的厚度 就是它是这个镯子 它有个厚度 它镯子有个厚度的 它是这个镯子 它是有个厚度的 所以你整个外围这个圈 它其实不是个圈 它是一个厚度 那你理解了这个知识之后 我们一般就是干嘛 第一个画 你看得见的 能够在你眼前 你可以看得见的 对不对 我画我看得见的 我再来推看不见的 所以这个就不能乱画 一旦涉及到 如果说以后要画个啤酒瓶 看到没有 我要画个这个花瓶 是不是 一旦涉及到我们瓶口 你乱画 这个形就会走形到外婆家去了 这绝对不对的 不能走形 明不明白 一定不能走形的 所以一定要先画 看得见的口子 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那我们怎么来画呢 教你们 怎么来画 看得见的口子 好 来看一下 首先比如说 我们可以干嘛呢 我这里啊 我就先 把它里面的 我画小一点点 画大了 怕你们看 画大了 有点影响画面 好 我先是画小一点点 好 这个物体呢 它其实它的比例是什么呢 它这个里面 这个口子 它其实是一个长方形 它的长方形 大概是多少 我不画在这个上面吧 我给你们画到另外一张纸上 画大一点 给你们讲解吧 这样看得清晰一点 感觉这样看不清 你们换一张纸啊 拿一张心 迟到的同学 请自发三杯 好吗 来看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内壁 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它是一个1比2的比例 关于比例这个事情 我反复教过你们很多遍了 比例是什么 比例是什么 比例 你看这个比例 大概就是 这个镜头怎么这么歪啊 把镜头 把镜头调直一点点 这个镜头怎么这么歪啊 好 它这个比例其实是什么 是1比2啊 你去量一下它的比例 它我们这个口子 它的比例是1比2啊 也就是说是 这里是1 这是2 怎么去量 你拿这个笔 看到没有 拿这个笔 对着这个素材图 拿着大拇指 食指卡一下呢 一个等份 好 然后一个等份 两个等份 就很简单了 我们预精箱 其实画的都挺好的 但是最多的问题 就是行不准 行真的走行的 有点严重 起行这个问题 它不是一天两天的 而且你们也没有 特别严格 按照我的要求来 不是每一次 把行起完了 就给我看 要是每一次 能够把行起完之后 给你改准了 你再去画 其实会更好一点 那这里 我就是教大家 怎么去画椭圆 有没有徒手画 圆画不好同学 有没有 应该大把都是吧 徒手画圆画不好 行不准 它这个事情 就是不是一天两天 能养成的 所以就需要 慢慢的慢慢的去 慢慢的去练 因为毕竟 我对你们 也不敢太严格 你们太严格 你们也不一定会听我的 所以我也没有太严格 知道吧 你如果要 但凡是我的关门弟子 你要是系统课的 你要敢这样子起行 那我就找你的麻烦的 这个等于是 白用力的嘛 是不是 因为你画画 就是要练 就是要练基本功嘛 你行老师练不好 老师在那边出错 你画个十张画 都没有进步的 没有意义 可是你们不一定听我的呀 好 然后把这个什么画出来 把这个十字架画出来 十字架是为了干什么 因为我教你们 手动画椭圆形 要画成一个非常圆的椭圆形 找到这个每一个 横轴上的四分之一点 你看四分之一点 看到没 每一个轴上面四分之一点 每一个轴上四分之一的点 看到没有 然后四分之一 这是四分之一 这是手动画原 最容易画好的方法 对称画好 就是我们按对称 四分之一的点 对称 这每个点就画到对称 不要歪 你看这个点 这样对过来 对这个点 这个点对过来 对这个点 一定要对称好 记住 然后再把线条进行连接 看到没有 这个椭圆形 就已经出来了一半了 看到没 而且它是绝对对称的 因为画原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什么 行不准 这是最容易的问题 好 然后你看 在每一个地方 有一个终点 对不对 看到没有 在每一个 这个斜角的对角线上 这里有个终点 发现没有 有一个中心点 把这个中心点 再在这个角上的 四分之一点 看一下 这四分之一点 等于是 这也不要了 多余的 我就不要了 把多余的擦掉 看到没有 把多余的擦掉 记住 把多余的线条擦掉 那个我就切掉了 这个叫切圆 这在素描 这是素描里面的知识 在素描里面 我们叫这个步骤 叫这个步骤 叫做切圆 它是把圆 一步一步切出来的 叫切 这样切出来的圆 它是绝对对称的 好 然后又长 看到没有 四分之一个点 在它的四分之一个点 四分之一个点 每一个四分之一 看到没有 那每一个四分之一 又是每一个四分之一 每一个四分之一 找到之后 再连接刚刚的这个终点 这个椭圆形就搞定了 再连接这个终点 你们的线条 要画的淡一点 不要画的我这么 不要画的我这么深 我画的有点深 连接这个四分之一的点 连接 好 这个椭圆形 它基本上就是对称的了 然后干嘛 然后就开始给它画圆弧 你给它修一下 把这个尖角 看到没有 把这个尖角 就给它修掉 把这个尖角修掉 给它修成圆弧的 把这个尖角修掉 看到没有 给它修成圆弧的 给它修 修成圆弧的 那这个形 它就很准了 这是手动画椭圆形 椭圆形 最快 最对称 最好的方法 这是手动画椭圆形 最好的方法了 最快最好的方法了 学会了没有 我这边不重复 因为时间紧张 咱们几讯课的时间 还是短了一点点 只有一个小时 要是有两个小时的话 就会更加的冲锋一点 好 换完这个之后 再开始干嘛 换完这个圆 然后你就开始 把它的宽度定出来 把这个 把它的宽度 就是我这个镯子 对不对 我这个镯子有多宽 大概是看到没有 大概是这个圆形的半径 看到没有 这个直径 直径的什么 三分之一宽 看到没有 是它直径的三分之一宽 然后直径的三分之一宽 就是这么宽 定好这个宽 定好这个宽之后 再干嘛 再把底下这个圆的位置定出来 你看这是垂直下来 对不对 线条 线条垂直 线条垂直下来 线条垂直下来 对不对 看上去垂直 垂直下来 这就是底的那个圆 你就不知道 这就是底下那个圆 看不见的那个圆 它这个镯子 是戴在手上的吗 对不对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同心轴的圆 是不是 这就是它的宽度 这个但是咱暂时不画 为什么呢 我们先把外围的画了 它这个上面 多出来个一丢丢的位置 这是它整个镯子的厚度 大概这个厚度 你看这个厚度 厚度呢 会比它的这个宽度 要窄一点点 你看这个度 这个长度是不是 比这条边线 要稍微的窄一点点 那你把这个地方延长 好延长 看到没有 把它延长到这里来 这是画外围圆 这个形就很重要了 它的步骤非常重要 对不对 好 那等于就是 把整个外部的这个圆 就已经定好了 这是它外部的这个圆 把外部的圆定好了 把外部的圆定好之后 又干嘛呢 那这里的话呢 你就可以干嘛呢 你就可以 就是手动的连接就好了 可以手动连接嘛 你就没必要再去切了 那样子 因为你有了一个参考了吧 是吧 你这个地方有个参考嘛 你刚刚画的那个圆 它已经很圆润了 已经很对称了 你就有了一个参考点了 那我就直接 把它的外围这样连接起来 它就快一些是不是 好 然后再把下面 你看下面 看着看着这个位置 下面这个位置 这是它的厚度 这是它的厚度 看着看着就变宽了 到这个地方 你看它是到这里 开始变宽的 到这个位置开始 开始变宽 好 开始变宽 看着看着就开始变宽了 好 你就把它画的对称一点点 相对来说 画的对称一点点 注意 好 那就是这个镯子 它的一个外围 这是应该是个贵妃族 就已经定好了 定好之后 再来 在这个三分之一的地方 你看把这个内壁的 这个厚度 这个圆 那内壁的这个圆 连连连 连到这里 对不对 再把这个圆画了 那它就非常的对称了 你就不会说画错了 把它这样子 推推推进来 推推推推 推的这个里面来 那这个圆 它就是非常对称 而且是非常准确的 你就不会再出错了 最后修一修轮廓 修一修 用连贯的弧线 用连贯的弧线 稍作调整 修一修 这样子才是一个 非常优秀 非常合理 非常正确的镯子 这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桌子 学会了没有 学会的话 敲一个六 稍微修一下 跟你平常画桌子的步骤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很讲究结构的 像我们平常画 杯子口啊 画虎口呀 还有画那种玻璃杯呀 还有画瓶子呀 都是这么画的 修一下 完美 是不是 那里面这些高光 什么细节的话 你单独再加 我这边就不单独加了 这个东西比较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的 学会步骤 一二三个步骤 我都给你们画出来了 清清楚楚的啊 清清楚楚的 好 然后再讲一下 对讲一下这个高光 高光结构也是结构 这个高光它是怎么来的 你看这个高光 这个高光的形状 它是怎么来的 它有一个这样子的弧形 对不对 我们讲一下 它是这样子 有一个这样的弧形 对不对 高光其实是什么 它是 它是物体当光 照到这个表面 它有一个反射 有一个光线反射 那我肯定是表面 有一个转折 它才会有反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横切面 它的横切面 看到没有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 鼓起来的 看到没有 鼓起来的地方 刚好这个位置 它最鼓 所以它就是一个 最亮的高光 你正好这个光 打在上面 这个地方横鼓起来 它就是一个高光 这就是它的一个 横切面的结构 你要了解这个的 知道吧 你必须了解这个 你才能够知道 它的结构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横切面 就说明它的高光 都会在这个上面 要不如果光 从下面照过来的话 光从下面照过来 那它的光 它有一个横切面 这里也是个横切面 对不对 那它的光 应该就是在这里的 它相当于 它有个转折 这样转过来 是不是 这样转过来 它就会有一个高光 只要有转折的地方 它就会有高光 一定要记住 只要有转折的地方 就会有高光 你看我们这个物体 这个地方这么亮 是不是 这个地方有转折 你看它不停地转 它就不停地有高光 要记住这个细节 好了 刚刚 沈安老师 给我送过来一个 一个 昨天抽奖的这个 花好月圆 繁花似锦 这是谁的 长沙沙在不在 昨天我们一个学员 我在上课的时候 抽了奖 然后抽到了这个 抽到了这个 郁金香 对不对 抽了这个郁金香 发现没有 很漂亮吧 是不是很好看 抽了这个郁金香 然后就在背后 提了一个字 这是谁写的 这是山羊老师写的 这是山羊老师写的 是不是很好 是不是很好 很好看 对不对 超级好看 超级好看 长沙沙在吗 我就切合昨天的主题 昨天不是说 花好月圆吗 然后我就说 繁花似锦 送给你好 也是祝你 花好月圆 繁花似锦 因为即使明天 我们就放假了 可能再过几天 再给你好吗 明天已经放假了 寄不出去 好不好 先帮你保存着 等收完假过来 我再给你寄过去 好 刚刚有个同学说 前面发了一堆字 我还没来得及看 你说什么 发了一堆字 我就看到你们 谢谢老师 LY说 感觉波波老师 讲得好细 我在上周的时候 在其他地方 报了9块9的 7天的课 结果听下来 还没有优化好 还没有优化好 真的吗 为什么就是你们 为什么在别的地方 花钱还学的 没有优化好 这就是有点奇怪了 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我就要给它上色了 我就给它上色 给这个 桌子上色 我已经几好形了的 我平常的习惯 你们都知道 我会提前准备好 然后我就开始 拿一个绿色 轻轻的给它 排一层线条 今天主要是一个 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法 待会再教你们 我先按照正常上色 先把它的这个轮廓 铺上一个草绿色 用草绿 或者浅绿就可以了 不要用黄绿 翠绿也可以 但是不要用黄绿 那把笔削尖 轻轻的 轻轻的 把颜色给它铺上去 先不用注意深浅变化 先只要注意 把它的这个 把它这个颜色 给它铺匀 这个铺匀 其实有一定的难度的 因为它是个弧形韵笔 你看所以我是 我是短一点点的线条 我是短一点的线条 慢慢慢慢慢慢的画了 是不是 不着急的 就是慢慢慢慢的画 你别画得很着急 一定要短一点点的线条 这样慢慢慢慢的画 你看一点点一点点的 轻轻的轻轻的铺上去 你之前 你之前花了一块钱 然后学了六七天 上课不停打广告 烦死了 加的免费裙 然后它是用来画 什么什么什么的 安利买彩链 非常不好 你们都踩过了这么多坑吗 真的踩过好多坑 其实就是这些坑也很多 这很正常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这种线上教学的话 它是有很多的机构呀 或者很多老师都是在卖课的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的 就很多很多的 然后你们这种一块钱呢 然后这种七块钱呀 什么什么的课 应该都是属于那种广告吧 是不是 应该是那种 你平常谈广告谈出来的这种吧 是这种吗 一般是这种 我跟你讲 这种就是 真的是羊毛花在羊身上 这种我也知道 你像有一些机构 它就偏资本运营一点 它 它的话就会花很多钱嘛 花很多钱就铺很多广告嘛 铺很多广告之后 然后就让你去试听嘛 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招生的 什么七天呀 什么几天都是为了招生 人家也本来就是有目的的 这也是个很常见的事情 只是确实说 我觉得这样不大好吧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呢 你本来就是一个要招生的 对吧 对于机构来说 是一个受益的事情 你都要挣钱 你还要收你一块钱 七块钱 虽然这一块钱 七块钱确实不多 确实钱不多对吧 起行跑得快 没有跟上 我不跑快一点 我就画不完 所以我一般让你们 就是下课之后再画 不要跟课画 我从来没有让你们 跟课画过 跟课画的话 很多知识你就会漏掉 然后行业会不准 你赶着画的 跟你慢慢画的能一样吗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妹 你赶着画 跟你慢慢画的能一样吗 肯定不是一个效果 你们的话 我从来没让你们跟过 但是我也没有强烈说 不让你们跟过 因为我也管不着你们 毕竟 但是如果说 是我系统办的学员 那我就管死的 就不可以这样子 要保证高效学习 就给他平铺上色 轻轻的先铺一层 先不管其他 轻轻的铺一层 然后刚刚说到哪了 说到不是那个 就是本身别人就要 就要打广告 就要招生 完了之后还让你花钱 完了之后 这个羊毛还得出来你身上 为什么呀 人家投广告不要钱我 是不是 刚刚ALY 我给你讲这个背后的逻辑 你说是不是 你看你在手机上 你被动的接收到一条短信 你知道这条短信 或者广告有多少钱吗 40到50块钱一条 就推送 什么概念 就是这个公司 或者这个人 打广告的人 他要让你看到这条广告 一条广告 他就要 要花出3到40块钱 如果我投1万条 那就是多少钱 那三四十万 完了之后 在这个里边 我就有一部分人会报名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这个学费不贵 是不是就支撑不起 我的运营成本 你想过这个背后的逻辑没有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逻辑 是这个逻辑化乔宜 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 很正常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这个样子呢 就是因为 我很讨厌这种方式 你本来得了便宜还卖瓜 完了之后你东西还贵 然后还不好 是不是 因为你一天老想着招生招生 你又不好好上课 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资本运营上面了 你还不好好上课 那这个东西 它迟早就会倒闭 是不是 迟早就会倒闭 你迟早就不好嘛 所以我们就从来不接受资本运营 我们从来不投广告 我要求的就是 我们的学员都是 自觉的主动的找到我们的 或者是意外缘分找到我们 找到我们之后 我就好好给你们上课 好好的教你们东西 你们要觉得教得好学得好 那如果有兴趣来我们系统办学习 那我就欢迎 至少说 我是有底气 让你去进行对比 然后让你去 让你去选择的 而且我把 你看我把我投广告的钱花在哪里 我花在你们身上了 要不我哪里拿那么多钱 给你们送奖品啊 是不是 但是如果 我确实我投广告的话 就算40万 但是我花到你们身上 就只要一万块钱 是不是 没有中间商正差价 对不对 对的话 敲印 完了之后 你觉得我们好 你朋友要学画画 你肯定会推荐我们 是不是 然后你要是因为我们教得好 你再来我们就学 那就是双向奔赴 正好你想努力学 正好我够专业 然后我就是双向 双向奔赴多好 是不是 因为可能有一些人 他就有一些老师或者机构 他会可能喜欢这样子 就喜欢你 交了钱不学 那太好了是吧 你交了钱你不管我 或者那种健身房呀 都是这样子 我就希望你办的卡不来了 那多好是不是 可是这迟早倒闭哈 你没有口碑呀 你没有学习成果呀 对不对 你迟早倒闭 百分之百倒闭的 你们说是不是 你没有教学成果呀 你就迟早倒闭哈 百分之百的 好 这张图呢 其实他这个地方 有个反光看到没有 但是我把它去掉了 这反光不好看 所以你看我这个图上 我给大家画的 这个图上看到没有 我就把反光去掉了 这样子会圆润一点 会搞看一些 所以咱这个反光不画哈 这个没有反光这张图 我待会发给你们 我自己批了一下 用我的PS技术 批了一下 左边有留的是 左边这个他 应该是叫反光 不能叫高光 但是他应该是属于 有两个主光源 你知道吧 这个叫的话呢 就不会分得这么明显 你既可以叫他高光 也可以叫他反光 因为这种 这种作品的话 他有两个光源 好 就轻轻地涂好 就把这个颜色 轻轻地涂 用草绿色 就轻轻地涂一层 越细腻越好 越精致越好 就这么轻轻地好 然后再干嘛 逐步加深 慢慢加深 你不要着急一下加深 因为很怕加坏的 加坏就完蛋了 咱们这个 外同学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给你讲了这么多 所以你们就好好学 好好认真学 等于就是你们 就是我们的广告商 知道吧 学好了 可以来我们这再深造 或者帮我们多宣传 好不好 敲了这么多一 谢谢大家 你做教育的 你就应该认真 把教学质量做好嘛 对不对 把学员放到心上嘛 你不能骗学员 忽悠学员嘛 学员又不是傻子的 就这样子 涂色 慢慢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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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抖音广告 吸引的 你们都等 你们都很单纯 能被广告这么容易吸引 我就是那种 看到下面有广告两个字 我点都不会点开的 因为我很清楚 就是这种 这种互联网的 这种广告运营成本 你知道吗 最近不是有一个 很火的那个花西子吗 花西子那个品牌吗 就不是爆雷了 就被网友骂得很惨呀 我从来没买过 因为从发西子 他第一次开始运营操作 我就知道 这个产品的质量不行 因为他找推广 找了好多推广 你们知道吗 你像我们手上 有一些账号吗 我们做这种自媒体 做了很多年了 我们手上有各种账号的 那他就会找我们 就是做广告什么的 你把他钱都花到这个上面了 不可能有产品研发 不可能的跟你讲 所以我从来没买过 没被坑过 但是就有很多人 就有很多人他相信 好了 轻轻的布加之后 这个颜色就是灰灰的 淡淡的 暗暗的是不是 开始继续加深 哎呦呦呦 镜特别晃 开始继续加深一点 用力了 先把他的局部有深色的地方 局部加深 这个应该是属于飘花 在手镯里面 留这些轮廓 就要极尽耐心 像是我们现在跟着我画的 这些轮廓 你不可能留得好的 是不是 这些轮廓 你不可能留得好的 同学们你注意了 这些轮廓 你不可能留得好的 所以我就让你们分层留 知道吧 慢慢的去留 慢慢的去找这些深色 你一下子留 肯定是留不好的 肯定是画不出来的 你看我就开始分层的 你们到的状态 不要头脑一发热 就去交钱 就去买东西 就去消费 好好地管好你的钱 等你真正需要了 真正想学好了 是吧 真正需要一个东西了 你再去买 你再去消费 你们说好不好 尽量把这期课跟完 然后拿到奖品 看一下这些地方的 位置的颜色 明显就会深一些 所以我的线条 就一直转弧线 一直在转弧线 看到没 一直在转弧线 往上转 慢慢的让这个颜色 变浅变浅 变浅 如果是竖着线条 你不好画 你就可以这样斜着画 你看 这样斜着 慢慢的慢慢的 轻一点点 轻一点点 这个地方的线条 是属于什么状态 你看 这个线条是属于 属于慢慢的 慢慢的 看到没有 慢慢的慢慢的 轻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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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主于这种渐变 看到没有 要是属于这种力度 这叫渐变线条 看到没 这种叫做渐变线条 这个位置的线条 要控制这个力度 所以从左往右 慢慢慢慢慢慢 浅一点点 这个位置很重要的 从左往右 慢慢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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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渐变 好 慢慢慢慢渐变 你居然把圆画准了 非常棒 这样子画圆 它就可以画得 非常的对称 知道吧 它主要是就可以画得 非常对称 慢慢慢慢 你们觉得 我讲得很细啊 我你们讲 我都嫌弃 我讲得不够细 因为时间 因为时间确实有点紧张 但是我确实没有 没有很多时间 去给你们排 课时量很大的课 因为毕竟没有要钱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只是说我努力的 把你们领到专业里面来 你们觉得最近这几天 有没有稍微显得专专业一点 有没有觉得画画画的有劲一些 有没有觉得画画就更加有动力了 有没有 有的话 敲一 这就是我需要让你们真正的得到一些好的东西 知道吧 这样子你以后才真的有可能会学会画画 但是这还不够细啊 这远远不够 因为看你们的那个作品 我还不是很满意 看你们教的作业 我就不是特别满意 尤其是这个醒不准的问题 哎呀 我反正是有点不满意的 但是我也不能为例 我也只能带你们走到这了 我也没办法了 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一些了 把轮廓再抠一抠 你看慢慢的 它这个颜色就开始变重了 变深了对不对 开始变重变深 不是咱们班 咱们群里一群有一个叫沙漏的同学吗 他买了好多彩铅 然后他就可斗了 他昨天一跑过来交斗 我就说 不分老师 你这个上的课太简单了 我要学男的 我要学个男的 你有没有 行我讲的太简单了 沙漏在吗 沙漏他是大学老师 昨天刚跟我聊天来着 买了好多工具 他什么绿灰 卡达 不是那个什么 霹雳码 只要贵的彩铅他都有 然后今天还在群里说 要买什么卡达 我没让他买 太贵了 注意哈他就前面这颜色深一点点 好这是第二遍加深的对不对 我们这是第二遍加深了第二遍 开始着手第三遍 每一次削笔的时候 你就去塑造轮廓知道吧 每一次削笔 你就把轮廓卡一卡 每一次削笔的时候 你就把它轮廓 因为笔很尖呀 你看削完笔 轮廓很尖 把这个笔立起来 有些同学你看 你这个笔这么尖 看一下 有同学笔这么尖 他上次的时候是这么测的 看到没有 哦吼 还是不尖 还是不心意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 把笔立起来 你看 把笔立起来 是不是 把笔立起来 你看把笔立起来 哎 是不是就很干脆 很精致 很漂亮了 有没有 是不是的 有没有感觉瞬间就不一样了 你感觉不简单 对于你来说好难 挺适合小白的 适合你就好嘛 这就是我想让你们学好嘛 让你们学会嘛 但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哈 这个就不能统一 如果说觉得难的同学 这个班 你得好好地练一下哈 到时候真的有机会的话 来我这深造 深造的话那 你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好好把这个课跟完 继续加深 这是第三遍了啊 不简单吗 你觉得挺简单的 反正觉得呢 不管你们觉得简单也好 复杂也罢 争取自己今天 比明天进步大一点点 对不对 我们要争取有所进步 这才是好事情 尤其是至少说刚刚LV说的 听到我的课哈 以后你们再被那种广告啊 什么的所吸引 那就不可能了 不存在了 一听就知道人家要干嘛 会不会 这真是最关键的哈 让你们少踩坑 现在坑太多了 真的 有些电信诈骗什么的 坑太多了 真的 遍地都是坑 你们一定要少踩一点 昨天晚上在你们群里 看作业的时候 还有一个同学 买的那个纸 真的是粗糙的 他说是他上一次 学什么课的时候 老师推荐的 真的那个纸 哎呀 我天哪 是谁 在不在 那个纸 我真的 真的是没见过这么粗糙的 会推荐这种纸 这真的就是属于 有点很不负责任了 我都有点想骂人了 我很生气了 半夜 我都气得心脏痛 真的 推荐这种纸 怎么画嘛 好 换完这个之后 注意哈 底下 跟 这上下位置 它是那种 绿色里面 带着春天的感觉 是那种带绿色 对不对 绿色里面 带那种 黄黄的感觉 黄黄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里 要上一点点的黄色 上一点点的黄色 让它 非常的透 非常的漂亮 上一点点黄色 后面也是上一点点黄色 特别浅啊 上一点点的黄色 不上多了 就一点点 觉得一般 时间太短了 每次还没有上 过完影 就下课了 对呀 我也没有过完影 就下课了 但是我因为我还有其他安排 你知道吗 然后你们的话 本身又不一定非得是专业学 我想说给你们留一小时化作业嘛 对不对 你要是上太久的话 你们不一定跟得上 我就设置的是一些简单的课程 觉得玫瑰 如果是有线的 有线码 你拿我的系统班 我就是在招生呢 我大大方方地告诉你哦 我在 我在招你哦 我在招你入坑哦 笑死了 来我这啊 来诱画 笑死去 好的 来咱们现在就是拿白色 注意 这个白色这支笔有些同学是买了的 有些同学没买 没买的话没关系 因为士德楼的这支笔它可以做到 士德楼的白色可以轻松做到的 只是说这支笔 它做到的效果是更好的 这支笔上一节课就给大家推荐过了 三副皮立马的白色 大概十来块钱一只 12块钱到15块钱一只网上都有 用白色开始用力的去把这些点点 这叫什么 这叫磨噪点知道吧 这叫磨噪点 它可以让这些点点迅速的变成什么 变成干净整洁的一片颜色 干净整洁的一片颜色 来晚了记得不录播 前面起行很关键 有没有感觉瞬间就细致精致很多了 有没有 有的话强硬 就这一块颜色 就这一块颜色 颜色淡淡的嫩嫩的这种感觉 是不是 淡淡的嫩嫩的 就只有这只白色能做到 咱们那个 是的楼 勉勉强强可以做到 系统课 不是系统课 什么系统课吗 我就系统课 勉勉强强强强强 ск 你都让我晕了你知道吗 看你发个系统课 只有这个白色好 勉勉强强可以做到 好喜欢你 你们太搞笑了 系统班中秋有优惠 中秋的话会给了几个优惠名额了 有小几个优惠名额 你们想要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找一下科夫老师 一般是没有什么优惠的 可能他们内部做了一下活动吧 我是不知道的 这个事情我是不知道的 可能是他们自己招生部 做了一些这种小活动 小抽奖什么的吧 我不清楚 反正我的目的很简单 我就是想给你们好的 给你们对的 然后让你们提高眼界 少踩坑 多排雷 这就是我的目的 至于是你要不要去多对比 多看呀 要不要学呀 那是你们的事情 对不对 我没必要给你画个饼啊 或者说骗你啊 做假的东西啊 我没必要 而且我也没必要收你的钱 本来我这个课确实也会有招生 本来都已经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有利的事情了 对吧 然后我的课放到平台上有播放量 有播放量的话 平台对我来说 对我们优化也会有一些奖励 一个月也有几千块钱 对我们是一个百利无一害的事情 我还收你的钱 这就有点过分了 是不是 好过渡了 轻轻的 用力 不是不是轻轻说错了 是用力的 说错了 不是轻轻的 一定要用力 一定要用力 对 它的水头就出来了 哇你知道水头这个词很专业哦 没少看这种 翡翠 翡翠类直播吧 用力哈 就是用力的 去给它 把这个点点全部压下去 这个步骤叫做压噪点 这个步骤叫做压噪点 叫做压噪点 意思就是把噪点给它用力的压下去 最近有一句话叫做大力出奇迹 你像这种 这种玉的质感 你没有这个比 没有这个技巧 你说你怎么画得出来 画死了都画不出来的 这种点点就是搞不定的 这种点点就是压不掉的 你拿彩纤 拿彩色压 压不掉的 必须得是白色 有没有感觉 瞬间不一样了 霹雳马的白色 也盖不住原本的彩纤 你发现白色盖不住 不可能盖不住啊 它盖得住呀 只是说 对它是会浅一点点 它会把线条盖得住啊 它会盖得住这些点点 它不是盖住颜色 彩纤本身就是一个半透明的颜料 知道吧 它不可能会盖住其他颜色的 它只是会让它把那个白色的点点 显得很自然很柔和 把那个点点给它去掉 等于是给它压掉了 知不知道 它把这个点点压掉了 我也好喜欢翡翠的 我买不起 所以我画得起啊 画了就等于拥有了 是不是 画过就等于有了啊 用力的啊 看到没有 用力的 把这些点点压下去 这要压噪点 记住了啊 画轮廓的时候 把笔销尖一点 这叫压噪点 好好的记住啊 这个叫压噪点 一定轮廓要干净整洁啊 这种石头轮廓是非常光滑的 你千万比这个轮廓画得很 很粗粗的 毛毛躁躁的 就跟那个冰棒一样 毛毛躁躁的就不对了 一定要整整齐齐的 记住没有 等你们把这个画好了 学好了 这都是又画的活招牌 你们是不是行走的广告 要不要做又画行走的广告牌 要不要 你们要是有 有这种朋友啊 或者亲人啊 想跟你一起学的话 推荐来又画的话 记得找助理老师领奖 就是一般我们有这种粉丝啊 推荐别人来学呀 推荐朋友来学习呀 我们也会跟你说一份奖品的 反正是不能亏待你们的好意 不能亏待你们的支持跟热爱 把所有做广告的钱 都用到你们这儿哈 这才是良好运营的一个核心 你们说是不是 我相信我们用心的对待你们 你们肯定也会用心的对待我们的 这个这个东西就是是可以以新换新的对不对 肯定可以的 吹一下把它吹掉那些渣渣 吹吹老师你很喜欢它 好了 这个换完之后就开始干嘛呢 又局部加深 因为有些颜色还是浅了对不对 那我们开始又继续加深哈 三伏皮立马它为什么这么好用 给你们讲哈 它有个特点 你一般来说你在上面上完白色过度之后哈 基本上采线是没办法继续上色的 你如果说是用的是的楼的白色 你这样画完之后你你试一下 你这个颜色就很难上上去了 它会像是在冰块上面画画一样 就会打滑 在冰块上面画画 打滑很严重很严重的 可是你如果是三伏皮立马 这样画完之后 它在上面它虽然有一点点打滑 但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哈 它是很好控制的 特别好控制 很快你就能够把这个颜色画得很精细 这就是三伏皮立马 它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你知道吧 它画完这个 画完这个颜色之后 它很快的又可以把颜色上上去 这就是三伏皮立马 特别大的一个优点 也是我推荐你们买它的原因 买它答应我真的很好用 花彩现在哪能不能有这个三伏皮立马 天哪 怎么可以不可以拥有这支笔 这支笔真的太好用了 但是施德罗的这支笔 勉勉强强也可以做到 只是做到的没有这个效果好 没有这个三伏的 它三伏的效果好 好 除了这个绿色之外呢 它的颜色有点太颜色 有点可能颜色有点太暗了呀 或者是太太冷了 我就开始加一点点黄色进来 加一点点黄色进来 让它那种春带彩的感觉 春天的颜色 不要这么的冷 色调不要这么的不要这么的绿 你看 要一点点黄 一点点的黄 就可以让它特别的嫩 嫩得出水 像女孩子的脸蛋 那基本上你看 基本上就快画完了 很快的 你要想再加一点其他的色彩 比如你加点蓝色 很快也是画完的 好像加一点蓝色 OK 超级简单 你画一点点天蓝进来 你想如果说色调 再冷一点点压 加一点蓝色 没有最好的彩签 只有适合自己的彩签 确实是这样子的呀 彩签你本来就是上不封顶的 你贵的有2000多的 3000多的 4000多的 5000多的都有的 你往贵的走 你上不封顶的 你往便宜的走 十几块钱的 二十几块钱的 三十几块钱的 四十几块钱的 也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 作为零基础小白 你没真的 没必要买太贵的 你买那么贵干嘛呢 是不是 何必呢 因为你再怎么贵 你技术不到家 你拿一万块钱的 彩签都没有用的 是不是 这里注意也好 你看它蓝色 这个力气 你看我多轻啊 给你们看 这个颜色 我铺得多轻 你们看好 能就这么呢 轻不轻 颜色浅不浅 浅的话敲衣 看一下哦 我的力度 只有这一点点哦 我要不跟你讲的话 哇你上来 画成这个样子 你这个画就废掉了啊 所以一定是轻轻轻轻轻轻轻的 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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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几温柔的 超超超超超几蛋的去画 今天上课人数比较少 是不是因为过节 大家都在回家的路上 今天应该高速很堵吧 有没有是在回家的路上的 本来今天晚上我也要回家的 就不要给大家上课吗 我就暂时没有回去了 其他老师都回去了 不过还好有你们陪我 要不我就太惨了 有一盒三幅霹雳码 换三幅霹雳码不好用 不是三幅霹雳码不好用 是你的水平用不了三幅霹雳码 很多人因为三幅霹雳码 会是超起是一个必备的彩铅 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个彩铅这么好 我就买是不是 尤其是小白觉得我画不好 肯定是材料不对 肯定是工具不对 所以他们就会买那个贵的 有贵的 有些贵的东西确实是好的 但是很多贵的你们都用不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 待会给你们讲 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的话乔可依 我待会就告诉你们讲 为什么你们用不了 你像绿灰 你像三幅 你基本上小白你都用不了的 确实好用 你就是用不了的 我待会就给你们讲 他为什么好用 为什么用不了 今天应该有时间 想不想知道 你别扔了 你别给他扔了 你如果不好用你别给他扔了 以后可以用的 只是你现在这个水平用不了 我告诉你原因你就知道了 在材料方面 咱真的是 不说最专业 但是数一数二了 在材料方面的研究 非常非常非常多 好 把这个看到没有 我把这个轮廓 稍微修饰的比苏菜图更圆润一点点 我基本上这个画就大功告成了 像是他这个位置的绿色 要不要画的再深一点点 看你自己喜好 你觉得你想绿的这么的浓艳 你就再加一点点红色 上一节课教了大家画红色的 记不记得 红色的话就可以让这个颜色 绿的特别特别的浓艳 记不记得 上一节课教了大家互补色的 你看你加一点点红色进来 是不是顺点就绿的是那种帝王绿的感觉了 有没有 有没有 你看这种绿 就是那种墨绿色 你加一点点红色进来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颜色 你就画 你不喜欢这个颜色 你就别画 我是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不画好看一点 就浓得太浓艳了 加一点点红色进来 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立刻马上超级的深了 有没有 有的话敲印 那质感就出来了 如果说这个画 你们不用白色 质感永远出不来的 因为什么 因为彩线在上色的时候 它就会有这种点点 看到没有 你彩线上色的时候 它就是会有这种点点 那这种点点 这种点点 它就是怎么画都有的 它这种点点 怎么画都没有质感的 只要有这种点点 你就没办法 只要这种点点存在 你就没办法了 所以很多这种 你画这种写实的东西 你一个材料之差 一个技法之差 你就觉得到不了 没办法的 你绝对到不了的 你技法这边差很多的 你看我刚刚有点 画面有点糊 好给你们对焦一下 看一下效果 互补色太好用了 是吧 超好用的 还有更好用的色 还有更好用的方法 可是没有机会教你们还 好了 那我去 这个画就画完了 就这么简单 超级简单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阶段 最后一节课 所以我就给你们设计的难一点 我上一堂课 我不是给你们说了吗 我说我咱们这个集训课 我的课程我是怎么设置的 就是难一点点 就是简单一点点 难一点点 简单一点点 难一点点 简单一点点 所以我们今天 就已经是稳步上升了一点点了 按照这个坡度 稳步上升了 然后今天就是简单一点点的 就是这个镯子 上一节课呢是那个郁金香 就难一点 再上一节课呢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圆形 圆形的冰棒 又简单 对吧 再上一节课冰棒 难一点 然后再上一节课的话 就是那个饼干 又简单一点 所以这个坡度 一直给你是这样 这样这样 这样设置的 还是比较比较轻松了 这个已经是 最轻松的难度了 有机会 以后有机会 你们到时候 学完集训之后 来专业班 你就踹一下 到时候你就天天哭 但是天天哭得很开心 为什么呀 我就每一节课 都是拿上去的 所以十节课 基本上就可以到这个高度 吓死人的 好 我去拿一下我的绿灰 然后拿一下我的 霹雳玛 这个彩签 好吧 给你们拿一下 对你来说 那个难 那是因为 你现在接触的 太简单的 知道吧 你要是一开始 就是接触的难的 其实就会习惯 这个节奏 人的潜力 它是无限的 笔布听指挥 哎呀 慢慢的就会听指挥的呀 其实有的时候吧 你自己不去试一试 你都不知道 你的潜力在哪 所以有的时候 逼一逼自己 也会更好 当然我也会逼你 我对你们 现在是很放松的 就是说话 也不是很难听 有的时候说话 还是需要难听一点 为什么 你让忠言一耳啊 对不对 然后也不会很逼你们 也不会放肆的 去监督你们 也不会放肆的 去鞭策你们 算是已经是很温柔的了 但是这样不好啊 这样有什么好的 除了让你进步 很慢很慢之外 有什么好的 没有什么好的 但是我也不能 怎么样你啊 是不是 我也不能怎么招你啊 好 来试一下 就是这个是绿灰 绿灰给你看 绿灰有一个特点 它的笔芯超级粗 看到没有 你看这是 看到没有 这个是湿的楼 右边是湿的楼 带白芯的是湿的楼 左边是绿灰 它的笔芯 有它一倍那么粗 发现没 有没有发现 一个是它笔芯很粗 看一下 然后我给你们削一下 笔看一下 对啊 岩石出高途呀 你老师对你太好了 不是个什么好事的 老师天天哄着你是吧 不是个什么好事的 只是说老师 他有方法的去哄你 那就很好 就比如说这个学生 他就要严格的 你就按严格的去 让他学好 有些学生 他就要哄的那种严格 那就哄的那种严格 因材施教嘛 对吧 有些学生 他就不能严格 他一严格 他就没有自信了 有些同学 他就要严格 所以因材施教就很重要 不是说每一个人严格都好 好 你看 这是我用削笔刀 把这个笔削了之后的 来给你们看一下 把这个削笔刀 削笔刀 你看 削完了之后的 你看已经削都没了 看到没有 没法削了 看到没有 这个笔削不间 它的头是个圆的 有没有发现 它的头是个圆的 它是个钝的 然后这个 睡的楼 它的头是尖的 发现没有 发现的话敲六 不是 发现的话敲六 那这有什么区别呀 你说这会怎么样啊 你如果说是个尖头的 你画一个小细节 你画的很细呀 对不对 是个尖头的 可是这个源头的 你画东西哦 它就特别讲究角度的 你比如说你这个头 你看 看了看不见这个头 是不是 画东西 它就很难画尖 你知道吧 但是 它为什么 我又能画呢 这个 这个 绿灰 它的硬度 是非常硬的 绿灰的这个笔 它的硬度 是非常硬的 也就是说 你看着它是个圆的 你肉眼看着 它这个头 是个圆的 对不对 你肉眼看着 它是个圆的 但是 它这个尖尖 绝对是有一个面 是尖的 所以就要靠手感 你手一下去 你就知道 哪个地方是尖的 是不知道 它看着是肉眼 看着是圆的 但是它绝对有个地方是尖的 那这就非常需要手感的 懂不懂 懂的话 敲一 所以一般来说 你没点手感 你没画画 画个一年两年 你没点手感的 你根本就操作不挑 当然 如果你有专业学习过 你学了两三个月的 你手感就有了 那你就可以干嘛 你就可以操作了它 你像你们 小白 你刚开始学 你又没有画过一两年 你怎么可能控制得了它 它就是要有一个手感的 我一下笔 你看我排线 你看 你看这么凸的笔 你看我排线 我就转一下笔 我就知道 我都不用看 我闭着眼睛 我现在闭着眼睛 那我跟你讲 我现在闭着眼睛 我排呢 我闭着眼睛排 我都可以排好的 你知道吗 这就是绝对的手感 我闭着眼睛排 我都可以排好的 然后你看石刀楼 它就是会粗糙一些 看到没有 石刀楼 它的色粉颗粒就是大一些 它变化不明显 看到没有 变化不明显 它只有一点点 只有一点点的粗糙 只有一点点粗糙 但是这个绿灰 它是超级细腻 以前只知道不适合 现在知道为什么不适合了 对 它这个硬度非常高 所以它的这个手感 就特别重要 你一定要巧妙的 找到它的这个尖尖的点 有的时候比较立起来 就找到这个点 有的时候比较倒下去 它这个点 它随机在变化 就比如说 我把这个脚磨平了之后 是吧 磨平了之后 这个最尖的点 就在这两头 然后我把这个边磨平了之后 然后它这个最尖的尖 就在这里 知道吧 它不停的去找这个尖尖 找这个尖尖 它就快速的 立刻马上的 它就能铺得很细腻 所以画一下就要转笔 画一下 你看就要干嘛 台比 它就要台比 画一下就要台比 它就可以很细腻 很细腻 很细腻 这就是区别 买24色 刚开始学画画 颜色越少越好 所有颜色都可以调和 好 这是咱们的绿灰 它为什么贵 它为什么难用 小白用不了的原因 但是对于有基础的 非常好用的 这个笔 绿灰 几乎是可以做到永不退色 它可以做到这么好 它确确实实是不雕色的 然后它可以画得非常的细腻 你看 可以肉眼看见到 它跟三浮 比尼玛的区别没有 看得见的话 敲一 不是不是三浮 是跟这个施德楼的区别 可以肉眼可见的有区别吧 跟施德楼区别很大的 你看这是施德楼 区别很大的 我给你们把对焦 再对得近一点 区别好大的吧 你看我把这个对焦 再对得起一点 区别大不大 看一下区别大不大 好 我再来拿一个三浮霹雳码 现在拿的就是三浮霹雳码 那三浮霹雳码它有什么特点呢 三浮霹雳码它特别软 我已经讲了 它特别软 它可以削得很尖的 你看它是削的 你看我把它削得很尖 三浮霹雳码 三浮霹雳码是一个极软的笔 然后绿灰是一个极硬的笔 你知道不知道 一个极软一个极硬 然后这个笔呢 它太软了 你看削得很尖 对不对 超级尖的 还比刚刚的这个绿灰要尖很多 虽然它削得尖 你看一下 我画个一笔 画个一排线 看这个笔头被磨成什么样了 看到没有 这个笔头就被磨没了 看到没 你再排一层 这个笔头就没了 它这个笔的话 就是因为太软了 你知道吧 太软了 所以它就很容易粗糙 你看这笔头就没了 因为太软了 然后你们在上色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 就是越画越粗 就是越画越粗 越画越粗 越画越粗 然后就粗到这个样子 你看 笔头粗成这个样子 那其他同学就控制不了 因为它太软了 尤其是你们 我这个用的彩线纸 我的彩线纸已经非常细腻了 如果你们要是用素描纸 哇 这个点点 我给你讲吓死人 你要是用素描纸的话的话 这种颗粒点 哇 吓死人的 一下子这个颜料 这个笔就没了 一只笔就没了 几百块几百块线条笔啊 你这笔画几张画就没了 它这个笔就太软了 所以太软了 你们也控制不了 你们画的线条会是什么样的 你看 画的线条就这样 这么粗一个根的 看到没 看着这个笔很尖吧 是不是 有没有 发现没有 看着笔好尖的吧 是不是 看着笔是不是好尖 有没有 你看着它好尖的 你看 就这么粗 你就很难把线条排 信你知道吧 这就是三笔 你就算是 有这么好的彩线 你也用不了 没用的 就是没用的 我经常就劝小白 我说你有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 你买套笔 你怎么就不去学个班呢 你怎么就不去报个班呢 你去线下画室学也行啊 你去线上学也行啊 你找个老师 你但凡学的专业一点 你就不需要这几千块钱白花呀 你这东西放在那 你就是用不了的 你就光看的 用不了 没用 你说就急不急 哎呦 真是急死我了 好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就下课了 你看我绿灰 那个什么绿灰 然后三幅皮铃码 你看我平常画画用吗 很少很少用的 一般就是这种 最好的材料 一定要是要画最好的画的时候 对不对 我不画最好的画 我用最好的材料干嘛 你这种习做 你去用一个几千几百块钱的材料 真的是有点浪费 我觉得虽然有钱 但也不能这么糟蹋 你要把这种最普通的材料 你能画到好 那你就很厉害 很优秀 对吧 然后等到你能力强了 哎 你就越画越开心 越画越刺激 你能匹配起好的工具 你能匹配起好的东西 是不是 好的装备 才能够紧上添花 好的 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了 这一阶段呢 就已经告一小节了 我们本期的话 是总共分成了几个小阶段 我们来看一下课表 我们来看一下课表哈 就是本期的课程 我上次就给大家看一下课程安排 上一期的上一次开学典礼的时候 第一节课的时候就给大家看过 我们第一阶段的课程就已经结束了 六节课是不是还是收获很丰富的 不管是在技法上 还是在材料上 还是在专业知识上 有没有觉得还是收获颇分 有的话瞧一啊 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话呢 就要将你们透视了 透视主要是一个运用的事情了 因为你们以后画画 绝对要涉及到透视 像我们其实前面的这个冰棒 还有郁金箱 还有这个镯子 其实里面还要涉及着很多透视问题 你们之前画不好的 就是因为透视还没有学 所以行还是存在不准 把这个透视学完之后 你们的行就可以更准一点点了 然后写完这个阶段之后呢 就教你们更加写实一点的作品 就真的是往写实方向走的了 写实方向的话是教你们西红柿 还有一个海 一个风景的话 最后就是一个猫咪课程 然后加上咱们的玻璃质感 跟宝石质感 咱们整个课程就结束了 到时候会给大家布置一个小的毕业作业 最后是23号的毕业典礼 马上这里要放八天的小长假 你们有时间的话把作业完成 发到群里 我会给大家一一看的 我跟秋秋老师是两个人换着看 就一人看一天 一人看一天 明天的话是我来看 后天就是秋秋老师看 然后大家平常在 在这个群里面发的作业 我觉得修改的还是比较少 真的进步有一点慢 我觉得还是可以修改的再多一点点 对我这里有个宣传片 我怎么突然发现 我是不是没有给你们看过这个片子 你看我这里我还放了一个这个宣传片 我是没给你们看过 看过的话敲一 没有看过的话敲二 我给你们看一下 有个我们小小的短片子 我记得我应该没看过吧 忘记了 群里有人加你们的微信 好像不是优化的老师 记住了好 优化的老师 从来不会做主动营销 从来不会就是 就是去 就是加你啊 让你干什么呀 不会主动的 我们都是被动的 就是你需要了 你就来找我们 当然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会去问一下你的学习情况呢 那你是你加了我好友之后 我会问一下你学习情况 对不对 如果说没有 没有不是你主动加我的 我们不会去加别人 我们不会去骚扰别人了 知不知道 只有你需要的话才能找到我们 所以有骗子 也有其他机构的 因为线上他们有一些机构 他们真的挺挺没有道德的 就是他会去其他机构的这种学员群里呀 甚至会报到别人的课呀 然后在里面拉人啦 然后再去骗人家呀 就挺不好的 你们稍微留意一下 不要被上当受骗了 好不好 宁静志愿 肯定不是我们优化的老师哈 就是你一定要问清楚 我们优化所有的老师 一般就是群主呀 或者是 一般是群主啊 就是助理老师 我们其他老师从来不会加人的 从来不会 我从来不加人的 我们老师从来不加人的 一般别人加我都不一定通过 我别说加人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每天消息就够多了 我一般不会加人的 你看我一天有多少消息 你 我一般是从来不会加人 所以有 有很多时候别人加我都不通过 因为找我的人 问我的人太多了 我就太忙了 我给你看我一天有多少消息 你们看我一天有多少消息 看到没有 就我每天回这些消息 我都回不赢呢 我哪有时间呀 你学院消息 这还是我一个号的 我有好几 因为我有好几个号码 你看 你看我的消息 你看我的消息 看到没有 你说我每天 哪回得了这么的问题 所以我们老师从来不加 不加学院 除非是系统课的 因为一旦问这种专业问题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回复 然后我不回复吧 你又觉得我怎么着 是吧 可是我每天真的很忙 你们问这种问题 其实很费时间的 好佛系 还好吧 反正因为我们也没有太高的运营成本 也不需要做太多广告 所以钱都花在刀刃上 然后钱的话也都 还算是有钱吧 所以也不需要特别往挣钱 或者利益方向去 去转 知道吧 就相对来说佛系一点点 也是因为佛系 所以我们就做得比较踏实 对不对 看得到这个片子吗 有声音吗 有声音的话 敲一 你们简单看一下 我们优化的一个小小的片子 前两年做的 也许是同学想加你 那就不一定了 反正你们自己留个心眼 一旦涉及到交钱的问题 你就 你就谨慎一点好吧 有声音吗 这个 有声音的话敲一 我就放了 有没有声音 有 我就放了 从头发 湖南诱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创建于2016年6月 创始人山阳老师和波范老师 山阳老师负责营销 波范老师负责教学 公司秉承着乐分享 乐交流 不敷衍 不藏私的教学理念 旨在成为一家有温度的 专业线上美术教育机构 从两根网线 两台电脑发展至今 已有二十几人的团队 我们一直保持着 对美术的热爱 和对分享知识的热情 每当获得学员的肯定和认可时 这些都化为了我们 继续前进的动力 诱化创立初期 以采迁课程为主 以优质的教学质量 和负责的教学服务 在线上美术建立了良好口碑 学员基数不断扩大 慢慢开始拓展到其他科目 目前开设科目 采迁 国画 水彩 素描 油画 书法等课程 2016年成立至今 VIP学员人数超2万家 公开课学员达50万以上 各平台视频播放量达1000万次以上 在各大视频播放平台 爱奇艺 优酷 B站 搜索美术相关词条 都能在第一个页面看到我们 除国内视频网站 越来越多国外学员 也加入到 幼化的绘画学习中 幼化一直紧跟时代的步伐 不断在进步 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 加入我们 好了 看完了 一个小小的宣传片 然后刚刚 不是有一个镜头 很多人吗 你们有没有看到 就有一个镜头 好多好多人 这是我们今年 八周年校庆 然后是学员们 发学员发给我们的一个 一个一个祝福 是不是 好多好多学员 这还只是一小部分啊 来过来自全球各地的学员 然后有你们的陪伴就很开心 好了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 有想问我的话 问出来 没有想问我的话 敲一个六 我就下课了啊 今天的课就结束了 主要是这个结构啊 你们结构千万别搞错了 按照我的步骤来 先画可看得见的圆 然后再对标化 它底座的圆 最后再加它的厚度 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 切圆的时候呢 你就用直线切 它就会对称一些 最后是祝大家节日快乐 然后外出旅游 外出玩 要注意安全 好吗 那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拜拜 长沙沙 你的书签 过完节 我再给你借啊 好不好 沙沙老师字写的真的好 写的一首好字 真的好看 这字写的好好看 花好月圆 繁花似锦 学习多长时间 学习多长时间 什么时候能 跟你的效果 绘画效果 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话我都没听懂 长沙沙 什么意思呀 对 每次都没有学够 没有学够 你们就来抓夜班 让你学个够 让你学得哭 就是痛 痛病快乐着 反正又画啥样 从那没忙着你们的 你们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看得见 对吧 你们自己 我相信能够有一个 很好的判断 然后自己喜不喜欢 适不适合 也欢迎大家来长沙玩 来诱画玩 诱画可能明年 就要做线下的花式了 做得好的话 也欢迎大家加盟啊 到时候全国遍地 都是我们的加盟商 这就是在打广告了 听到没有 就是在给你们 画大饼了啊 这个饼有没有吃到 吃得饱不饱 我们是一步一步 在做了哈 八年了 才开始尝试做线下 为什么呢 前六年 前六年 挣的钱 就买了 现在这个办公室 现在就是你们 刚刚看到的这个 就是这个近来 这个片子的 这个开头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的办公室 买了个将近 六百平方大办公室 就是因为 有地方办公了 成本减低了 成本减低了之后 咱们老师啊 福利待遇啊 就能够好一点 所以我这么多年 兢兢业业 挣的钱都不花 没有买豪车 没有买豪房 全都是花在这个事业上了 也没有跑路 这是我们办公室 然后这几年 又攒了一点钱 就开始有资金 也有精力 去做线下了 然后做了线下之后 把线下这套 逻辑摸出摸好了 就真的是要加盟了 因为我们学院 等我们加盟 等了好几年了 就一直说要加盟 诱化 加盟诱化 等了好几年了 这就是我们办公室 这是秋秋老师 这是我们展示房 因为以前 以前上课 就展示房设备不好嘛 这种设备 我们现在一套设备 就是万百块钱的设备 所以钱都花在教学上面了 你看这是我们教职部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教职部的老师 这一全是老师 然后我现在就在 这个讲师房 看到没有 这个箭头呢 箭头这个位置 就有个讲师房 然后这里是有个会客厅 这里是个讲师房 就兢兢业业上班 兢兢业业的攒钱 就是做事业 要做百年 百年 百年优化 离百年还有92年 等我们把线下的模式 成功的模式 摸索出来了 你们有兴趣 加盟 诱化事业的话 就欢迎你们加盟 全国各地 咱们开画室 好不好 这个大饼画的怎么样 我一般是不吹牛的 基本上吹过的牛 都实现了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 我要做得到 我就做 做不到我就不说 我做得到的我才说 这就是我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本人 这就是我现在 在上课的环境 他是问 啥时候能达到 老师的绘画水平 如果说 你是踏踏实实的 跟我的专 就是专业课 大概就是三个月 保证 但是如果说 你交了钱 你不跟课是吧 你一天打 月天散网 你就是给我交 一万块钱 十万块钱 我也做不到 我跟你说实话 就是你交了钱 这是一个前罪前提 后缀还是要 你要努力跟课 还要努力听老师的话 老师说上课不能跟着话 你就不能跟着话 老师说 你要把形给老师改完了之后 你再上色 你就得改 改了一遍两遍三遍 你再改 老师说你还得 这个就是你没有学好 你还得做画几个课外作业 帮你找几个图 你就得听话 画一下 最后三个月就可以了 明不明白 莎莎 就是不能坑你的 就不能说 你只要跟我学 学了你就可以 交了钱 咱们就立马变大神 还给你安排工作 这是骗子 这是骗子 记住没有 这是骗子 自己不努力 神仙也没用 只是说 我的专业班 我确实会设计的更系统 更详细 课时也会更多 时间也会更多 那肯定我会教的更好 这百分之百的 对吧 我现在都已经这么好了 我还能更差吗 走了啊 下课 拜拜 走了啊 拜拜 没有问题了吧 没有问题了吧 感谢我们妹的翻译 还特意给我翻译了一下 感谢你的翻译 还有问题没有 还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问出来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就走了啊 好大的一个饼 是好大的一个饼 小怪兽 那我走了啊 拜拜 下课了 大家中秋节快乐哦 中节节快乐哦 老师学完基础班能自己写生吗 百分之百 现在我的教学目的只是说让你们先能拎着我走 然后我的最终的专业班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们学会独立创作 这就是意义不一样 目的不一样 知不知道 不一样的 好 肯定不一样的 百分之百的好 你你可以去我们那个公众号看呀 你去可以看呀 公众号你去看你去翻一下 这些东西都不用都不用说给你们 就是不用的不用给你们不用骗你们的呀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诱化教育 诱化教育 然后右下角看到没有一个学员作品看到没有 每一期的每周都有更新 我要是说都是假的话 我不可能每周更新对不对 然后大概每每每一期打完卡 他就有个学员的毕业创作 毕业创作的话就是什么 老师不指导作业 你也可以画好 你可以去看这些作业 有很多都是独立创作的 有一些不同的班级 就是一般就是一期卡打完了 然后就有毕业创作 他们学得很好的话 效果就特别好 你看我比如说 我给你们看 昨天不是看山阳老师 山阳老师的书法班吗 沙沙你的这个字就是山阳老师提的吗 山阳老师有书法班 你们去看他们书法班的那个毕业创作 你们自己去翻一下 好多期的 我们每每 那个叫什么来着 每一周都有一期 我给你们讲就是有一些 不道德的机构有多吓人 有多不道德 我们这些学院作品 他们直接偷 看到没有 这些学院作品 直接在我们公众号偷 偷了之后发他们朋友圈 他说是他们话的 说是他们学院话的 就这种案例 经常天天 真的是隔个三体又遇到了 你看这种 因为我们这种案例全部是敞开的吗 然后就直接偷 偷了之后他们发朋友圈 因为反正朋友圈我们又看不见 是不是 然后就偷我们的这些学院作品图 就说是他们学院话的 气死了 你天天都被气得要死 但是又没办法 天天被气得起跳都没办法 看一下哦 哎呦我怎么找不到啊 那天才给你们看 夏安老师的那个书法班的那个毕业 太多了太多了 煤气太多了 我都 我都不知道在哪 煤气太多了 真的 你们自己找吧 好吧 好不好 好的话 敲烈我下课了 我不说了 我真走了 自己找哈 我就是想论证 我这个东西真的好 我觉得要有暗恋 对不对 要讲事实 把暗恋 你不能说你好你好 你没有事实暗恋 那不对 然后还得是拿别人的图 我这个是公开的 对不对 我要是公开的是假的 别人可以来告我 可以来骂我 我是公开的 你看我学员要是不对的话 他们肯定就是 就是说是你造假 对吧 我是公开的 我从来不发在内部的 你看公开的 所以这个是真的暗恋 就希望你们能够去欣赏一下 因为骗子太多了 这骗子太多了 每天被气得要死 拜拜啊 终结快乐 终结快乐 拜拜走了 不辛苦不辛苦 走了走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